而幸好这两名嫌犯已经落网了 不过之前政府单位就对外宣称 整起的案件只是一般的刑案 排除了政治动机的可能性 不过这番话也被立委批评 说这个处理态度实在太轻率 立委甚至质疑 国内的治安已经亮起了红灯 要内政部长李洪源拿出办法来 高铁行李箱炸弹案 在警政署与大陆警方合作下 两名嫌犯已经落网并遣返回到台湾 放置炸弹的动机 警方正进一步调查 是不是恐怖攻击有待厘清 但案发后相关单位对外表示 只是一般刑事案件 也有媒体报导初步排除政治动机 人都还没有抓到就下定论 让立委大感不解 报导说办案单位已经宣称 排除政治及宗教动机 有这样的一回事吗 这个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 因为这侦查过程 当然今天警政署没有来备寻 我觉得这样是不恰当的 你应该整个把整个案情都查明清楚以后 再来对外说明 你还认为这样子的治安是持续稳定的好吗 已经恶化成这种情况 这只是说电视有爆出来的 没有爆出来不晓得有多少 从上次到现在 其实你们都没有具体的方案 从巴黎双失命案 到高铁行李箱乍办案 治安问题频传 身为天下第一部部长的李鸿渊 遭到立委炮轰 如今又碰上美国波士顿爆炸案 国内外反恐意识高涨 内政部如何安抚国人 保障民众生命安全 必须赶快拿出办法 尤灯TV赖尾胜李黄萱台北报导